我常常会想,我和她分手的那一刻,我会是怎样了呢? 我会像Elly Woods那样,在餐厅里,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放声痛哭吗? 还是像Rachel那样,在家里,尝试去解决问题,试着去沟通,就算最后演变为更大的争吵? 如果我是提分手的那个人,我也许会是Uptown Girls里的Molly,帅气地走开。 再或许是Valigale里的Julie,把她拒之门外。 但是我的人生,好像并不是电影。 美式,拿铁,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咖啡厅,然后我当时给她买了一杯拿铁的。 因为约会之前我做了很多research嘛,就是数据显示85%的女生都喜欢喝甜的。 所以我猜她这么可爱的女生一定是喜欢喝甜甜的拿铁的。 美式,我喜欢喝美式。 她一直觉得我喜欢喝拿铁,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她擅自做主给我买了拿铁。 而且是那种加了焦糖口味糖浆的拿铁。 就是,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喝,但我也不想让她伤心,对吧? 并且她也虽然用心了。 我当然就想,就喝个拿铁,又喝个拿铁,又能怎么样了? 结果没想到从那之后,我喝了三年的拿铁。 她这个人,真的就是,她以为她知道我想要什么。 她就是很倔,又很自以为是。 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用心的男生。 说实话呢,我觉得她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用心的男生。 我当时特别喜欢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去接她放学了。 而且每一杯都是充满惊喜的。 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我会买一杯pumpkin spice latte, 冬天的时候呢,我会买一杯软软甜甜的香草口味的拿铁。 我甚至情人节的时候,我还专门找到一家买玫瑰口味的铁店。 我当时给她玫瑰口味拿铁的时候, 你不知道她都有多开心。 所以你喝过最难喝的是什么口味的? 玫瑰口味拿铁吧。 就,真的很奇怪,那个味道。 奇怪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 那你干嘛不告诉她你不喜欢呢? 我当然有提醒过她,当时喝完那个拿铁之后我跟她讲, 这个拿铁喝得我真的很想哭。 她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 她说她都要哭了。 煮蛋嘛,做起来很简单啊,就放水里一煮就好了。 那你觉得她喜欢哪个? 很简单,绝对是简单。 而且还是那种做得非常花里胡哨那种简单。 这就是我煎的鸡蛋,怎么样好看的哦? 我觉得嘛,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要一点浪漫来做调味剂,你知道吧? 所以对方才能感受到被爱嘛。 所以她感觉到被爱了吗?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女孩,就我对她越用心,她就对我越狠心。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她回家很晚了嘛,然后她说不想吃晚饭了,她想直接睡觉。 那我说,怎么能不吃晚饭呢?好得吃点东西吧。 她就让我随便煮个鸡蛋给她吃。 但是我觉得嘛,随便煮个鸡蛋怎么配得上它。 所以我当时就想给她做一个完美的鸡蛋,就很漂亮的那种。 我花了半个小时,然后构思了一下,也画了一些草图,最后做出这个完美的鸡蛋。 就是感动给你看的这个。 那她应该很感动吧? 其实看到这个鸡蛋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 我当时吃了感冒药,又累又困,然后她给我叫醒,然后说让我先吃点东西再睡。 我当时真的是,真的是挺感动的,就是。 一点表情都没有。 就她吃完吃,回去睡觉了,你知道吗? 就我真的挺伤心的。 我当时收拾收拾完,我也去睡觉了。 我当时躺在沙发上,我想了半天,就越想越生气。 她怎么能一点感动都没有呢? 就一点表现也没有,明明对她这么好。 就我感觉她是不是不爱我啊? 感觉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从她跟我发脾气那天开始,我感觉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变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仿佛根本就不合适。 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世界,在追求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知道她肯定是很在乎我的,我知道她是很爱我的。 但是,她给我的并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也很难寄予她相应的回报。 这种感觉真的,很厉害。 这是... 这是Yuki,Yuki来,打招呼。 她什么品种啊?很可爱。 她是马尔基斯犬。 可爱吧? 哦,她还有自己的Instagram账号。 等会儿,我给你找一下。 你看 我这个照片不是 对 其实Yuki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是我俩交往一周年 他送给我的 Yuki啊 Yuki是我买给他 我认为最满意的礼物 算有点贵 就是花了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但是我当时一狠心 就买下来了 因为我想给他一个big surprise 3800帆 他跟我说Yuki3800帆 就我知道他家条件 真的还蛮好的 但是3800帆 着实是有点惊到我 我当时也没多想 因为我想让Yuki成为 我们爱情的见证者 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 早上我们可以带着Yuki 一起去狗狗公园 去散散步 然后take a little walk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完饭 然后回去睡个午觉 然后一起学习 到了下午 到了半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带着Yuki 一起去公园看日落 多么的幸福美好 我想让Yuki成为我们的爱情的牛带 让我们的爱情的牛带 然后我们的爱情的牛带 你是 你是 所以他对花钱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 例如他经常送我一些 他觉得很好 很贵 但其实很没有用的名义 所以那些礼物对我来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他还不如帮我分担一部分房租呢 房租? 所以他之前住在你家? 哇! 每一天! 当时是因为疫情嘛 当时疫情 我想他住行人公寓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就让他暂时先搬来我家住 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 他就没走过 我知道他很需要我的陪伴啊 而且保护我的女朋友是我的职责嘛 就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疫情期间 我跟他一起住的时候 他有个很好的朋友 想要过来来他家sleepover 但是他那个朋友带了个弟弟过来 这我当时就很不放心啊 就怎么能让我的女朋友 跟另一个男生共处一生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我要当他一天的贴身宝贝 一点空间都没有 真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像我朋友来家里 聊个天 说说话 就girls talk那种 你懂吗 但是 他真的24小时 都要在我身边黏着我 就 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就 在被他监视着 我仿佛 活在 监狱里 我仿佛 我仿佛 你在我身旁 我要 我要 你为我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晴朗 活在他乡 我仿佛 望着月亮 都怪着月色 我仿佛 第二天的风 都怪着吉他 弹得太凄凉 哦 我要唱这歌 默默把你像 我的晴朗 你在后方 眼看天亮 都怪这夜色 撩人的疯狂 都怪这吉他 弹得太凄凉 我要唱这歌 默默把你像我的晴朗 你在何方 眼看天亮 我要 美丽的衣裳 为你 对镜铁花花 这夜色太紧张 时间太漫长 我的晴朗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你 在站起来 能让你 感谢观看